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一碗汤就300大卡 接下来介绍这个低卡火锅 一整锅也才300大卡 滚滚热汤没有印象中扑鼻的高汤味 却传来了阵阵茶香 原来这火锅不简单 汤底可是水果茶和红茶 这水果茶茶汤我们是用红茶 鱼池香的红茶茶汤 来做那个火锅的高汤这样子 所以它热量是0卡的 用红茶菊花玫瑰 还有满满水果熬煮成的汤底 不但零热量 看看这食材几乎都是蔬菜 一大锅吃下肚也不过300多卡 很甘甜 偶尔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 天气凉嗖嗖 许多民众的直接反应 就是一定要吃锅进补 但传统火锅热量高得吓人 业者锁定爱吃又怕胖的族群 除了有人推出低卡茶火锅 还有这一味浓成香的豆浆锅 汤喝起来就是让你会觉得 好像热量很低 然后也带有健康的那个感觉 在这种寒冷的冬天里面的话 吃一锅搭配我们的一些有机蔬菜 会给你一种很暖乎乎的感觉 业者标榜用的是纯浓有机豆浆 煮个五分钟就能煮出整片豆皮 发挥创意把火锅中最容易发胖的汤底煮饺 换成了豆浆 不但让吃火锅变得更有趣 还兼顾了暖胃也不用担心 便打扣记者陈生一张信 高雄报导